現在映如帶回我們的報道 另外要來關心台中市感謝第一公領 商業大樓1996年完工 整棟商場都從幾月594的行為 過去一枚上街區就要200萬 剛開始賣市場真好賣21億 結果因為漫漫順了擺起去 開花廠也已經走路 已經爬逢20多年 變成整台灣上街區的爬逢所在 大門關起來由柏林門看進去 公共配搬到整套腳 電腿也沒在營餐 四處都有分數 這是台中感謝電話區裡面 第一公領最大樓 你看出來它又是台中最貴的金店面 機車行的老闆說 那時候時機長好 他就說800多萬下去 結果大樓都不開不開 現在看中變成爬爪 台中市感謝第一公領 商業大樓19992年完工 商場裡面有594的檔位 過去一邊就要200萬 開始賣後很多人都去唱 總共賣21億 本來幾月底下一樓二樓是賣的 那裡面的部分是百費公司 結果因為開花廠走路 放在英二十多年 變成最貴的橫下大樓 從來沒有看到開幕過的 沒有啦沒有沒有 還沒蓋好 人家那個校友長生就來討債了 上樓已經從 拿到十兆之後就一直閒置嘛 一直沒有使用嘛 所以他是希望能重新蓋 過去差到很大的大樓 剛才經濟的改變 一直到五年才有財團立起 贏成相場 專門站頂頂 讓榜山的價格增加 市政府也說 這個案件接下來會向 都經的方向來做 記者綜合報道